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知道这个道理 不知道这个原理 所以他念佛 到最后能不能往生 他打问号 他自己没把握 这就是 没有看破 看破是搞清楚搞明白了就看破 真搞清楚搞明白 看破之后 他自然放下 把我们世间这些拉拉杂杂全放下了 不放在心上了 心上真的放阿弥陀佛 你不放阿弥陀佛 你错了 你去不了啊 要知道放阿弥陀佛 是正确的 为什么 你的心本来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无量求 心本来是无量求 这哪能错得了呢 所以这个理念必须什么都重要 决定没有一个人不生 从理上讲 人人一切众生 各个都能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从来没拒绝的 极乐世界无限大 没有数量的 极乐世界里头没有时间 没有空间 那确实就在当下 这个概念比什么都重要 有从来没拒绝的 能论 感谢观看